作词 李宗盛 等你 等一千年的轨迹 转世的记忆 从冬飘到写的寻觅 我在今的真等你 一眼就能认出你 那年的落魂 落在了我心里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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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珠珊的松桃 监管云涌风起 玲珑的小镇 爱成旧大气 天下流传你始终是唯一 我在静的镇等你 等一千年的归期 鑽石的记忆 从冬跳到续的寻觅 我在静的镇等你 一眼就能忍出你 朗年的落款 落在了我心里 这边是锦德珍玉瑶厂国家考古椅子公园 从这个门进去免费的 扫码就可以了 现在时间比较早 比较清幽 整个公园里面人比较少 这好像也是很多人打卡的一个地方 中国玉瑶公务博物馆 公益博物馆 公益博物馆 不好意思 从远处看一看 上面是锦德镇三个大镇 横梁上是类似一种溜金的雕刻 这两柱雕刻非常精美 你看 它都是故事的 这个舞狮 上面有 玉瑶厂的一个介绍 内容就是讲了一个 玉瑶厂的一个工坊 这讲了一些制讨的过程 你看 你看那个 砖壁上还是有黑的颜色 在当时用这个火烧的时候留下的痕子 瑶炉遗址 成化鸡钢杯片 出口处啊 鸡钢杯非常值钱啊 在香港这个拍卖会 拍出了一个天价 好像上亿的一个拍卖价格 从正确面看就是这个骨窑的一个基本构造啊 窑前公尊面 这就是准备的一个地方 然后窑门 火塘 窑床 排烟室 这边是护窑墙 你看能看得到那个排烟室 横着那一排的一个砖 有很多孔啊 那就排烟的地方 围着这个墙就摆着这些东西啊 不懂啊 反正跟治逃有关系啊 你懂的朋友可以说一下 这边是隆珠阁 明清座坊遗址 这一口古井 里面还有水的 来 hope you understand IntoREA 明清座坊的一个遗址 明清座坊的一个移址 明清座坊 明代门道 明代的霞锅墙 明代陶钢 看 这布里下面很多碎石片 是要吃饭吗 这是陶瓷修复 现在早上到8点38了 这人游园的人慢慢多起来了 里面种了很多小竹子 小竹清幽 这蛮强的介绍这个主持公园 这只是拍拼有个人 你好 我要群星粉店那就买吧 是吧 好吧 你把时间加一下 好吧 这条弄堂里面很多酒吧 晚上进来应该是还不错 这边是陈家上巷 这边是陈家上巷 你看 这连着老窑的遗址 玻璃下面 窑的遗址 陈家上相 这有个富城的别墅 李中仁 这个有点历史 封城会馆 这跟古时的一个 汽台一样 还可以喝茶 那这个县是林珠的这边是吧 虎鸟居006 这个房子是比较老的 好 这地方晚上来应该很不错 这个房子还可以 墙上有很多爬山湖 洪川青旅 陶阳书院 陶阳书院 这是一个医卦 这是一个医卦 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酒店 其实可以把车停到东门那边的停车场 然后在这里面来住宿就可以了 Tور 月要9点3当门哪儿呢 这里面好多民宿酒店 开始不知道 这些不像一些工作事业呢 这里面好大 陶瓷拉批 学习一下 乳水是行政法中的 用大拇指指备 去这地方开口 看好了 就不要忘了 说怎么试匠 这也是第一步 开口还好啦 这不是太高了 那还有一步 那我们就给它捏薄一点 再拉高一点 这样 我喜欢玩沙子 传统记忆的 那是因为没有这个丸 那不玩沙子玩沙子 他们做花瓶的时候 基本上用这个就可以做花瓶 我们用手掌 这小院子好有感觉 那边看着大哥教小孩 做这个吃鞋拉屁 体验一下这个中国讨仇 考古地称 明清民国时期了 明代晚西墙鸡 明代晚西墙鸡 人家墙好漂亮 黑烟感觉跟黄鹤鹿有点像 这个已经做了 这是清代玉瑶厂 陶瓷雕塑 威缩警官 這個是當時那個預料廠整個威缩警官 做的還挺細的 這好像清華美院的一個老實設計的 以紅磚為基材 古堯的造型為建築特點 這是網紅打卡地 在這邊去那個磁度博物館的話 十分鐘就應該到人了 十分鐘就應該到人了 沒有磁度博物館 就是那個磁度博物館 就是磁度博物館 这拍个照的排队 这是青花帝 就是念什麽字 白龙奉索梅瓶 你自己认识的 折落空的 绣红 青花15 瘦头文化 鲜梅鲜的名字 1426到1432 这好多碎齿片 也有修复 也修复不起来了 一枕清幽 这个是磁枕 尤其名寿源时期 磁器就是枕头 你看这个是 它提示的有 是各个朝代的路面 你看 最近是元代路面 是青砖铺的 那边是明代的路面 百年老之后 玉尤晚咖 你看柱子上的图案跟字结合在一起 你看柱子上的图案跟字结合在一起 你看 皮材应该是洗上没烧了 你看 那边写着 帐车关庸吗 这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个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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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